大家好,我是沐薇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乘客们不知自己已经死了16年,每天都在列车上喝酒聊天的故事。 大漂亮是一个列车乘务员,冒冒失失的他今天第一天上班。 这天晚上,下着很大的雨,车上的乘客不多,有沙马特姐妹,还有一群爱冒险的小年轻。 小年轻里有个人叫小美,据说她的眼睛是可以看见鬼魂的。 身边的小伙伴就是听说这趟列车在16年前出过严重的事故,当时死了100多人。 后来车站特意把发车时间由12点整提前到了11点50,传闻现在这车还会时不时闹鬼,小年轻为了拍下鬼魂的照片才组队过来的。 今天晚上就是这列车的最后一次行驶了,这时车站来了对夫妇,明明已经赶不上车的他们,却看到12点时又有一趟列车发出,这正是16年前发生事故的幽灵列车。 与此同时,前方列车前有一道人影闪过,司机紧急刹车弄得乘客们都人仰马翻,列车员下车查看却什么都没发现,全当是因为下雨,司机眼花了。 可这一停,后面的幽灵列车刚好赶上,与这趟正常车开始融合,此后各种怪事开始发生。 大漂亮看到一个小伙正画着画,可画面的内容把大漂亮看得是直冒冷汗,随后大漂亮洗手时,突然看到整个车厢变得破旧,一个不认识的乘务员出现,身后的手推车还自动向他划过来。 吓得大漂亮赶紧躲进一个车厢,可转身却发现这车厢的人全是另一个年代的打扮,他随手拿起报纸发现日期居然是16年前。 吓得他一声大叫后昏了过去,醒来时已经回到了正常车厢,车长还以为大漂亮是太累出现幻觉了。 冒险队的小美却表示,他相信大漂亮看到的东西。 另一边车上有乘客看到了自己16年前的老师,他们还有说有笑的,好像只是碰巧遇到一样。 还有一对男女在车上吵架,男的赌气吓了列车,列车开启的时候,男的竟看到车上有许多鬼魂,他赶紧联系女友,可女友还在生气,但不一会儿这女的就被车长发现惨死在厕所。 他急忙联系了警察职员。 这边大漂亮觉得不对劲,便翻看起了死者的手机,此时尸体居然动了,还好冒险队来拍照才让他免去一接。 大漂亮在车上看到关于16年前车难的报道,这让他想起幽灵列车的可能。 于是他跑去找车长,说出自己的父亲就是16年前的列车长,并提出对于幽灵车的猜想,可车长根本不相信鬼魂的说法。 回到车厢的大漂亮,看到小美重伤倒地,与此同时一女一男来到车厢,这两个人已经被鬼魂附体。 可是两人的对话里,好像不知道自己是鬼魂。 大漂亮想阻止,却被他们袭击倒地。 休息室里车长发现车子到站却还没减速,原来控制室的同事已经被附体的男女杀害了。 车长这时才后悔没有相信大漂亮的话,有人忧愁也有人欣喜。 因为这趟车上有部分人是为了缅怀当年车难过世的亲友而乘坐的。 在这时刻再见一次曾经的亲友是他们最大的愿望。 车厢里,大漂亮宾死之时看到了自己的王父,他听到父亲答应他会把全车的鬼魂统统带走。 起身的大漂亮走到控制室找到两个作恶的鬼魂,经过一番争斗,他成功提醒了两人现在是灵魂。 而他的父亲此时也变换了列车轨道行驶。 随着幽灵车撞向其他车辆,车上16年前的乘客慢慢消失。 虽然活着的乘客再次面临和亲友生死相别,但他们毕竟还是得救了。 殊不知大漂亮由于是死在幽灵列车上,此后每个夜晚他都会忘掉过去,重新登上这列将要行驶的幽灵列车。 本片来自韩国恐怖电影《红颜》,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。 木薇说电影每天陪伴你,我是木薇,咱们下期再见。